两年在我小的时候,我最喜欢黑色白色,很少女,然后很温暖,年纪的增长,我看到那种粉色啊什么的,我超喜欢。 不得不说战哥是有点小心机的,自从出席活动之后就几乎没和人说过话,乖乖小狗表面看似风平浪静。 其实心里却是在盘算着怎么才能看到妹妹,这不在大合影环节,战哥快速锁定了姊妹的位置。 看了好几次之后,才默默唧唧的走过去,这样才能恰好遇到妹妹,只能说皇天不负有心人。 对视的一瞬间,两人的拳骨都忍不住上升,可惜这次没有巨大的裙摆,不能让战哥有宣示主权的机会。 不过这男人后来采访的回答也是耐人寻味这么多的节目之中,唯独记得住姊妹演讲的内容。 射恐但会在姊妹面前叭叭叭说个不停,一切的一切足以证明姊妹的特殊,要不然肖战也不会,连让助手弄头发的时间都没有了。 赶紧追到姊妹身边站着,毕竟这里还有着一位情敌。 童言夫妇这次果不及然又合体了,相对于前几年的火葬场画面,肖战这次就显得大气了很多,只不过是偷偷占据了姊妹身边的位置,还在活动结束之后主动邀请妹妹一起下台。 战歌孔雀开评的笑容,想必李线都是哭笑不得。 作为具抛脸的杨子,从出道以来和很多男演员都有过合作。 李线任佳伦,诚意,乔振宇,景百然,肖战无一不是优质男青年,可这么多优秀男性,唯独只有肖战与众不同。 在肖战低谷时期,杨子会第一个站出来公开为他说话,会带着妈妈一起去看肖战的话剧。 肖战喜欢小王子,在杨子的生活中,小王子的痕迹变越来越多。 而一向避嫌的肖战会陪杨子疯陪杨子闹,会化作他的骑士守护在他身边。 在各种场合肖战从来不会掩饰对杨子的偏爱。 两人众多的巧合更是让人说不清道不明了,大家都知道,肖战和杨子缠练了两次微博之夜的Tim和Queen。 两人在现场也是互动满满,但是这次的微博之夜,很遗憾姊妹没有来。 但是我们肖战的行为含紫量超足啊,但紫色的内搭,紫色的外套,真的是紫上心尖呢,杨子看似没来又看似来了。 在典礼结束后,我们肖战还晒出了姊妹最爱的火锅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,大家自己意会吧。 咱就是说火锅真的有这么吸引人吗? 让我们战哥的大长腿走得这么快。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,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。